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妮花园 这里的天气越来越冷 今天我去超市买青葱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在家里种植青葱 你可以在家里种植青葱 透过五个简单的步骤 你在看完这个视频后 你可以适时做到 你只需要一些葱 一个容器和土壤 你知道吗 绿葱中充满了抗氧化剂 它们也有维生素C 可以控制胆固醇和血压 多吃青葱也能降低 患心脏病的风险 现在让我介绍这五个步骤 第一步 先洗葱 然后切青葱 把跟头放在一边 等一下要用来种 你可以在水中种植葱 我选择土壤 因为植物可以从土壤中获得更多的营养 第二步 容器 你不需要花钱买容器 我回收了Costco蘑菇容器 并且在底部钻了一些洞 第三步 土壤 我用三分之一盆栽土壤 三分之一堆肥 和三分之一可割泥炭 然后将它们混合均匀 最后倒入容器 在土壤中 搓动足够大 将根头朝下种植 每个孔之间大约留下三公分 轻轻地将葱的根埋在土壤中 用土壤覆盖约四到五公分 轻轻压实 这样子葱就不会掉下来 根据容器的大小 你可以容纳多个葱 第四步 水 别忘了给植物浇水 然后等待轻松成长 我每天检查土壤 以确保植物水分充足 但是千万不要过度浇水 过度浇水可能导致根部腐烂 第五步 阳光 光对任何植物的生长 都是不可少的 我住在芝加哥 现在很冷 不能将植物留在外面 所以我用生长光代替阳光 这是葱在种植后三天 长的样子 这是种植后十天的状况 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 我成功得在室内里 中了通 如果我能做得到 你也做得到 正如你所看到的 它们足够高 看起来像是您从超市买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按下竖起大拇指按钮 请订阅我的视频 这样每次出现新的内容时 您都会收到通知 好吧 让我们开始收获 当您切割时 留下一点白色葱头 以后葱会再生长 从家里种的葱 不含荣药 是有机的 吃起来健康并且安全 在家里种植葱 也是确保我手头上 总是有一些葱 下次 你使用商店购买的葱 不要扔掉葱头 如果你喜欢新鲜的葱烹饪 小葱拌豆腐 是一个快速而简单的开胃菜 您可以品尝到丝滑的豆腐 并结合自家种植的葱 和酱汁的香气 这道配菜有蛋白质 低卡路 我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谢谢观赏 期待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